当年90年代苏联解体 中国一夜之间超过了俄罗斯 莫斯科到处击护中国人 俄国人觉得 怎么这个小兄弟一下子变成老大哥了 他不能接受 时间长了 中国人比他越来越富了 他就接受了 大家好 我是江好克 其实2002年中国开始超过日本的 都快20年了 2002年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超过日本 我们不好意思说 就用汇率来编一些说法 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可以追溯到2002年 2010年中国GDP实质性的超过日本 现在日本想紧张也没有办法了 差距越拉越大 他就接受了 2010年之前 日本一直是东亚第一经济大国 其中一点就归咎于 日本政府在80年代提出了一个战略 叫艳行战略 什么叫艳行战略呢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投研 保持经济的高利润的产业 或者叫做技术密集型产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 日本希望永远从事高利润的产业 首先在80年代 日本政府率先将资本密集型产业淘汰 淘汰给亚洲四小龙 即新加坡 韩国 香港 台湾 然后亚洲四小龙再把劳动密集型产业 淘汰给中国和东盟 到了信息阶段 日本生产信息产业 再把高技术的产业淘汰给亚洲四小龙 四小龙再把资本密集型产业 淘汰给中国和东盟 到了知识经济 日本生产知识经济 再把信息产业淘汰给四小龙 四小龙再把技术密集型产业淘汰给中国 这是当时日本政府的一个战略 用这个战略来保住日本东亚经济地区 第一的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人原本以什么自豪 政治上说难听 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它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 不是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逐军 是日本没办法 决定不了美国在这 日本是一个没有战争权的国家 战争权利是主权国家的重要权利 日本没有战争的权利 日本人只有人打他可以还手 发动战争是不允许的 像中国可以教育越南 日本教育谁都不行 法律不允许教育 日本政治上某种程度是一个半主权的国家 是安全委托国 所以老百姓不可能因为美国大兵住在自己本国 还总祸害日本小女孩会感到自豪 老百姓不可能 在文化上 日本文化因为太纯 不像咱们中国文化 咱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杂烩 中国的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 是一个融合式的文化 像海绵一样可以吸收外国的文化 特别是吸收那些优秀的先进的文化 而日本是一个特纯的文化 使日本老百姓可以很享受 但是很难为此在世界上觉得 因为我日本的文化我很自豪 中国老百姓不怕穷 多穷都跟大爷似的 为什么 因为当年我的祖宗比所有人都强 我们有四大发明 我们有汉唐盛世 日本老百姓心里能舒服吗 就好比自家的一个穷邻居突然变富了 自己能高兴吗 能去祝贺吗 难道还要去说 终于你们家比我家有钱了 这是不可能的 反正肯定会恨那个邻居 看那个邻居哪都不顺眼 就一个爆发户 这是正常的 老百姓都是人 人是有感情的 谁都希望自己比别人强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班上考试的时候 比别人分高 这是很正常的 当你原来比别人分高 现在别人比你分高 你心里不满 是正常现象 没有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 中央突出一个判断 2012年中日岛屿之间的矛盾 是短期解决不了的 不是因为那个岛 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民族尊严 普通老百姓还争面子 民族复兴不是说我们开的车越来越好 房子越来越大 是别人越来越尊重你 是尊严 是别人的尊重 过去 中国跟日本的结构性矛盾 只集中于经济 只在一个领域 中国本来政治 文化和军事 总体来讲不弱于他们 也不能说比日本强特别多 这些地方不存在超越的问题 只是差距不断拉大了 但是在经济上我们是一个赶上再超越 是赶超的问题 时间长了 就接受了 日本就不紧张了 我是江好客 关注我 关注更多的好客